民調低迷才會一直被攻擊 這個也是合情合理 苗類體遇見後援會上 總統景稱自己擁有被攻擊的價值 而引發熱議的是這一篇 總統景禁總發言人陳怡化指出 前南非總統曼德拉入獄服刑長達27年 入獄後廢除種族隔離政策 如果更生人不能擁有重新來過的機會 曼德拉就無法成為世界的偉人 用這樣的比喻對比總統景 曼德拉是為了追求自由民主 為了破除種族隔離政策 而受到集權國家的迫害 總統景只是因為使用暴力 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把這兩者所坐著牢放在一起 對比根本就是一種不倫不類的比喻 苗栗的政治人物常常會講出 令人覺得違反基本常識的話 我這邊是真心的建議中議長 這樣子的發言 固然可以博得新聞的版面 但他依然無法回避 過去許多爭議的問題 電影《漫漫自由路》改編前南非總統 曼德拉的真實故事 曼德拉是反種族隔離人士 遭南非法院判處密謀推翻政府罪名 服刑二十六年半 拿來與曼德拉相比的中東景 則是在一九八七年吃宵夜引發衝突 因傷害致死判刑三年九個月 中東景透過臉書力挺發言人 誠一話說他的發言沒有錯 錯在自己不夠好 與人權鬥士曼德拉 確實不能類比 面對質疑人民會用選票好好檢視 再次請我黃孟臻 苗栗報導